无可否认就算是资深的网络保安人员 面对今时今日的网络攻击 都会有犹豫不决的一刻 对于以往的攻击 一套好的防毒软件 已经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 但是现今的黑客 不单只会引诱用家安装病毒程式 攻击系统漏洞这么简单 他们已经很熟悉传统防毒策略 会用各种方法去门过防毒系统 好像利用钓鱼电邮散布的勒索软件 不再需要在电脑安装任何软件的无档案病毒 甚至是其他创新的组合攻击 要减低黑客攻击的破坏力 网络保安专家就要同时间竞赛 尽快决定应对策略 然而传统防毒软件没有相关的威胁报告 也未必追得上黑客日新月2的攻击 专家在掌握有限资讯之下 自然难以第一时间作出应对 人工智能系统的出现 以及它的运算能力 就可以有效支援网络保安专家分析事件 还大大舒缓企业面对网络保安人才短缺的问题 企业内现有的保安专家 就可以专注在更重要的事情上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简单 因为电脑运算的速度虽然比人类很多 但如果人工智能缺乏认知能力 就只能够搜集一大堆相关的资讯 但就不会找出当中的关联 也做不到清晰具体的分析报告 IBM 的人工智能系统 Watson 运用在网络保安系统之上 就为业界提供了最有效的防御和分析能力 Curator Advisor with Watson 在过去一年已经阅读了过百万份保安文件 深入钻研网络安全语言 他了解Honeypot在网络保安上的意义 不会以为单单是纸密堂冠 而不会找出当中的关联 当发现一些威胁报告上 未出现过的黑客攻击 人工智能会首先分析本地电脑网络的资讯 决定调查方向 之后就会深入全球各地的安全网站 大学研究报告、博客讨论 在极短时间内搜索出相关情报 然后去除无用的资料 才将完整的事件调查报告 交给网络保安专家 Curator Advisor with Watson 另一个强大的功能 就是令分析报告非常清晰而明 他会根据调查结果 将整个攻击的来龙去墨 手法对本地电脑网络上的影响 以树状化图表显示出来 在这么齐全的资料下 网络专家就可以快速决定应对策略 减低攻击的破坏力 同时 当Watson学习了新的攻击模式后 不单只可以拦截下次攻击 更会和过往的资料比较 进一步推算黑客攻击的模式转变和趋势 大大提升防御能力 有了Curator Advisor with Watson 公司和客人的私隐资料 就有最安全的保障